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北美子公司执行长变动,明年1月1日起将由总经理C.J.Dello接任。 台积电表示,北美子公司执行长David Keller将于2026年退休,感谢他过去的贡献。 台积电发出公告,子公司TSMC North America执行长变动,预计明年1月由C.J.Dello接任,变动原因是职务调整。 台积电指出,David Keller将于2026年第一季度退休,感谢他过去的贡献并祝福退休生活愉快。 C.J.Dello自2026年1月起担任台积电北美子公司执行长,即总经理职务。 C.J.Dello是在2000年加入台积电,于2017年2月至2021年12月担任台积电北美子公司资深副总经理, 2022年1月起担任运行副总经理,2024年10月接任总经理。 另外,前几天网络爆出台积电21年资深高管罗维仁要跳槽去英特尔公司的消息,虽然他已经于7月份从台积电退休,但此事依然引发业界关注。 究竟原因就是,罗维仁虽然已经是75岁高龄,但他的地位和经验依然很重要,跳槽去了与台积电有竞争的公司,而且还是美国半导体巨头,这会让台积电相当难办。 罗维仁早在1996年就是英特尔工艺研发的骨干之一,2004年去了台积电,一直到今年7月底退休,21年来,先后参与了台积电多代重要工艺研发,尤其是28奈米HKMG工艺,以及EUV时代的先进工艺。 台积电通常的退休年龄是67岁,罗维仁能做到75岁才退休,可见台积电对这位老将的重视。 因此,即便罗维仁最近几年已经从研发一线退出来,但他多年来熟知台积电是如何做到快速且稳定量产先进工艺的,光是这些经验就足够吸引友商,少走一点弯路就有可能带来市场格局的变化。 罗维仁这样的人物退休仍然受敬业协议限制,如果真的去了友商那里,台积电正常途径应该会走法律诉讼。 然而对罗维仁恐怕很难凑效,一方面罗维仁是美籍,另一方面台积电忌惮这次事件是不是美方介入了? 美国对本土量产先进工艺的要求已经人尽皆知,打发台积电已经把4奈米工艺转移过去了也改变不了。 唯一能信任的只有英特尔这样的美国本土厂商,而且8月份还入股了英特尔公司10%的股份,成为最大股东。 因此这件事如果从单纯的跳槽变成了美方支持的挖人行动,台积电就要吃哑巴亏了。 毕竟得罪美方的后果比流失5奈米、2奈米工艺技术更严重。 现阶段,苹果自研晶片加速向2奈米工艺制程迈进。 供应链消息称,明年登场的iPhone18系列首发A20晶片。 这颗处理器首发采用台积电2奈米工艺制程,苹果明年将迈入2奈米时代。 除了A20晶片,MacBook Pro首发的M6晶片,Vision Pro首发的R2晶片,也有往全面跟进2奈米。 其中,A20晶片是行业关注的焦点。 这颗处理器不仅首发台积电2奈米工艺制程,还采用WMCM先进封装工艺,WMCM全称W4Level Multi-Chip Module,是一种先进的半导体封装方法。 它能让SoC和DRAM等不同元件在晶圆阶段完成整合。 这项技术不需要使用中介层Interposer或基板Substrate来连接精力,有助于改善散热,同时减少材料用量与生产步骤,提升良率与生产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iPhone18 Pro系列还将首发C2数据机晶片,这颗晶片也将由台积电代工。 台积电为此积极布局相关产能、供应链透露,今年底2奈米月产能将达到4万片,2026年月产能接近10万片。 按照计划,苹果会在明年下半年推出iPhone18系列。 爆料称,苹果将同时推出iPhone18 Pro,iPhone18 Pro Max和iPhone18 Air,iPhone18标准版则延后推出。 正在推进2奈米制程工艺量产的台积电,也在谋划更先进的1.4奈米制程工艺,也就是他们宣称的A14制程工艺。 日前有海外媒体在报道中提到,台积电的1.4奈米制程工艺,预计将在2027年年底开始风险试产,2028年下半年量产。 而为了1.4奈米制程工艺的量产,台积电已在准备建设晶圆厂。 有报道称,他们计划建设4座用于1.4奈米制程工艺量产的晶圆厂,初期投资约490亿美元。 每座工厂在建成投产之后,初步预计每年能带来162.6亿美元的营收。 四座晶圆厂全部投产之后,在以最大产能营运的情况下,年营收将超过650亿美元。 不过海外媒体在报道中也提到,台积电更先进的1.4奈米制程工艺,也将有更高的代工价格,每片晶圆的代工价格预计在4.5万美元。 在此前的报道中,台积电的2奈米制程工艺,每片晶圆的代工价格将超过3万美元。 1.4奈米制程工艺的代工价格如果达到4.5万美元,较2奈米制程工艺,就将上涨约50%。 在此背景之下,台积电中科1.4奈米制程新厂,11月上旬启动机装工程。 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相当低调,未公开举行动工仪式,但后续厂房工程招标作业已展开, 全案总投资规模预估达1.5兆元新台币,预计2027年底前完成风险性试产。 2028年量产,年营业额渴望超过5000亿元新台币。 台积电指出,台中科学园区之新建厂区已动土。 中科二期扩建案预计导入1.4奈米先进制程,原先已预告今年内动工,如今计划按部就班推动。 台积电在4月北美技术论坛发出生产据点规划消息,宣布中科二期计划编号为晶圆25厂,厂区可兴建4座1.4奈米晶圆厂, 首座厂预计2027年底完成风险性试产。 2028年下半年量产1.4奈米制程,外转出7月产能规划约5万片。 台积电中科新厂10月向中科管理局申报开工后,管理局随后证实,台积电做租地演示文稿时, 确定已由原规划的2奈米制程,更改为1.4奈米制程或更先进制程。 台积电供应链稍早传出,美国基于分散地缘风险考量,对2奈米制程需求有急迫性, 加上南科沙伦生态科学园区开发缓不济急,以奈米制程,有可能提前落地中科厂。 中科园区2024年营业额1.04兆元新台币,年增10.2%为币年第三高。 园区六大产业中,以台积电为主力的机体电路产业, 营业额达8450.65亿元新台币,占整体营业额的81.7%, 并较2023年增长11.1%。 总体来看,受惠AI应用浪潮,推升半导体,滋通等产品需求。 台积电在中科推动扩厂,也带动供应链进驻。 北极半导体相关厂商已核准进驻厂商达107家, 随着中科二期扩建案加速推动,光是机体电路产业的营业额很快就会破照原新台币, 代表着新的里程碑。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